近日,中国大量挖泥船现身南海准备再造一艘永不沉没的航母 现场画面曝光后,菲律宾越南彻底慌了 那这究竟是南海哪一个地方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航母在海域中所起到的作用 以及它的威慑性有多大 我们都知道 那么在中国南海有这么一个岛屿 它的重要性相当于11艘永不沉没的航母 这般威慑力足够彰显出中国在南海的布局 可谓是滴水不漏 美济礁应该算是南沙群岛中 距离菲律宾最近 但距离中国最远的一个岛礁 通常被称为前进基地 在战争中它就相当于一个前沿阵地式的存在 它最危险 但也正因为危险 所以价值也最大 那么它是怎么形成现在这种岛屿的呢 它的地理位置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美济岛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是中国南沙第一大岛 30多年前它还只是一个岛礁 话说当年中国资源短缺 为了探索更多的自然资源 同时呢 巩固南海的国防设施 为国防力量做一个比较具体的规划 于是中国就开始了对南海的探索 尤其是针对附近的岛礁 看能不能找到资源丰富的岛礁 以及地理位置相对比较好的岛礁 这个探索过程中呢 就发现美济礁 永暑礁等等岛礁的存在 也就是说呢 当时的美济礁还是未开发的 它的形状呢 就像一个巨大的盆 露出海面的还不足两平方米 我们都知道盆是什么样子 里面可以盛水 而美济礁就是如此 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泄湖 面积高达30多平方公里 要知道这样一个天然的地理位置 如果好好建设的话 完全可以用作一个军用港口 就如同一个十分安全的避风港啊 当时中国发展美济礁的时候 就立刻着手规划建设 但是由于露出海面的岛礁 只有极小的两平方米 而水下的岸礁 以及有大量砂石的地方 根本不能住人 这可难倒了当时的一众科研人员 但是呢 这样一个天然的军用港口 如果放弃了 那不就是如同看到了宝藏 却摸不到那种感觉一样吗 于是中国科研人员 在露出海面的 仅仅只有两平方米 上面加设了高角屋 虽然当时的环境比较艰苦 以及工程任务繁重 但是依然拦不住 我们想要建设岛屿的决心 当这些高角屋 成功建立起来之后呢 也表明这已经控制了美济礁的所属 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一大科技成功诞生 这项科技就是天津号挖泥船 这也是美济岛能够建设成功的关键 可以说天津号挖泥船 为中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天津号自航脚席是挖泥船 它全长127.5米 宽27.8米 总装机功率19,200米 最大挖身30米 最大排泥距离6000米 每小时挖泥4500立方米 这样的效率可谓是不负众望 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大概就是一小时一个足球场 它主要用于输尽江河湖海 以及填海造陆空城 船的前面有一个巨大的钻头 超级锋利的刀锋可以切碎 因常年固定形成的坚硬的岩石 和一些经常造成船只事故的暗礁 然后再次经过机械切割 将已经碎裂的岩石打磨成泥沙 以此让它变得更加松软 而这些泥沙与水混合成泥浆 然后经过船体装备的吸泥管吸过来 最后这些被吸上来泥浆经过排泥管道 运送到几十公里以外的排泥区 除此之外呢 它还拥有非常智能的挖泥系统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自航的意思 这套系统可实现无人操控 完成24小时不停歇的自动挖泥任务 并能根据施工区域的实际情况 智能化自动调节施工作业 以此来应对海下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 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智能化水平最高的 三艘自航角吸船之一 那么怎么进行吹沙填海呢 所谓的吹沙填海主要就是 在填海的地方采用吹沙的方式 进行一系列的改造 这样的方式和挖土挖沙来回 搬运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吹沙填海是利用挖泥船给成功吹到 规定的区域形成一种水沙分离的状态 江水就在目标区域外 而沙子成功就在目标区域里面 久而久之 区域的沙子越来越多 就形成了陆地 其实 吹沙分为近距离吹沙和远距离吹沙 近距离吹沙很简单 而远距离吹沙则需要不同长度的管道 其中最长的管道长达十余里 根据相关记载 吹沙填海并不是一种十分困难的事 首先利用沙带围起来一定区域 然后让水沙分离开来 利用打机桩进行固定 最后强行夯实地基 不然沙子松散起不到作用 这样一来 美济岛的大致形状就可以固定了 之所以单说美济岛 就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它距离内地的广东省约1300公里 距离越南的金兰湾710公里 距离菲律宾的巴拉旺岛250公里 正因为它的存在 直接将我国的后勤保障 从永兴岛向南至少推进了800多公里 美济岛位于南沙海域腹地和主壁岛 永书岛构成了南沙的铁三角 覆盖了整个南沙群岛的核心区域 同时这也是南沙最大的三座岛屿 并且这三座岛屿上都拥有大型机场和港口 在大量挖泥船的运作下 美济礁从几个礁石吹舔成美济岛 用了多长时间呢 仅仅八个多月的时间 便将只有两平方公里的小小岛礁 扩建成了拥有六平方公里面积的岛屿 这还是因为海上风大 以及它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呢 不然只会更快 可能有人对六平方公里没有什么概念 我们所熟知的度假圣地马尔代夫 也不过几公里 这就相当于我们利用人工在中国 建造了三四个度假圣地 可想而知 要想完成这项工程需要 耗费多大一笔巨款 但是这项工程的顺利展开 不仅展示了我国背后的综合国力 基建狂魔的速度还让南海 周围的某些国家感到了威胁 纷纷提出抗议 对此我国霸气回应 我们只是为了尽快改善一下 手交战士的生活条件而已 美济岛已一局取代太平岛 成为了南沙第一大岛 2015年仅仅一年的时间 中国就在南海建造了七八个人工岛 例如美济岛 永蜀岛 华阳岛等 也就是说我们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就重新编辑了南沙的地图 在南海岛礁进行天海造陆工程 最大的依靠就是大型挖泥船 这样的工程称作奇迹完全不为过 为何它为何会被称为涌不沉默的航母呢 美济岛是一个大型的单体环礁 中间有一个36平方公里的泄湖 这个泄湖水深达25米 这种天然停靠航母的港口 谁看了都会眼红 这样的面积完全能够停靠下 说到这儿有的人不免发出疑问 海上风浪那么大 对吧 这种自然之力人力根本抗衡不了吧 这点完全不必担心 什么叫天然的港口 就是说啊 就算外面海浪高达数十米 里面的泄湖也只有一米左右海浪出现 除此之外呢 就是它周围的油气资源了 油气总储量达到了8.1亿吨 其中石油储量7.7亿吨 相当于54亿吨 属于特大型油田 比内陆油田6.91亿吨的储量还要多 未来技术成熟进行开采的时候 美济岛将会成为最大的伏给基地 现在的美济岛上 各种基础生活设施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美济岛机场跑道长度大约为航母的十倍左右 不仅普通飞机可以再长三千多米 对机场正常起飞 还可以起飞任何飞机 至此 中国在南海已经拥有五座中大型机场 并且这五座机场修建成功后 将会覆盖整个南海区域 称它为不沉默的航母 一点都不为过吧 同时岛上也有了通信基站 灯塔等设施 在航空 通信 导航等空中 交通信息上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更好的守护周围的海域 美济岛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 就是医院二级甲等级别的医院 五滴信号全覆盖科室已英俱全 除了医院和机场通讯基站等重要设施 现在岛上还有其他娱乐设施 就是一个不及点 它就像一座哨塔镇守在南海 镇守周边的牛鬼蛇神 它也是一种象征 象征着我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表达着我们的决心和意志 如果美济岛未来建设成城市的话 将会成为整个南海中最大的城市 未来的美济岛成为人口过岸的海上城市 是非常有可能的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